因为我觉得有钱人都是抠出来的 所以从现在我就变得特别的抠 但对于朋友我从来都不抠 因为面子的横扫一切对于我来说 但对于女朋友这方面 没结婚之前 我不能给他们花任何钱 如果买什么东西的话 我心里会非常被得劲 可能晚上回家都睡不着觉 我特别要面子 面子对于我来说横扫一切 在外边不管我怎么吃了 你都对我挺着 我最受不了脸 处得像走在大道上手牵手走 那是干啥呢 太没面子了 我可受不了 为啥就是不能跟女朋友 手牵手上街呢 我这边处得像这种性格 就一起走就得 会牵的个啊 死了 你会出汗 那我就想跟你俩牵的啊 打车跑 就走了呗 就是够自己上那儿吧 那没人时候还能牵 走人时候不行 还偷摸一个 你这个是有点问题 不牵手拢着行吗 在家可定呵护 在外边就 那你要求女朋友走的时候 离你大概多远 看我腿脚的多快了 有时候都找不着眼神了 我老师都这样往哪儿跑 我点的速度 我没追的一来往哪儿 哈哈 我们就在这个村子里 看着两个人呜呜呜跑啊 这两个人是两口子 特别轻密的娃娃跑 前面一个跑 后面一个注意点 无论在任何角落 你只要你俩出现 就是一高风吹一阵 就一溜眼 一溜眼啥都没人 对 一阵风吹一阵 怎样浪漫吧 特别浪漫 别人知道这是这么事 这小伙子都是到新典牛犊屋去了 那小伙子上能这么损住吗 正常俩人的溜达就送走呗 也丢不了 你这媳妇借着呀 这种小伙子他挺耗面的 觉得领女朋友溜挨得太近 总觉得像小孩 幼稚是吗 对 感觉都像小孩 我接受不了女朋友出轨 精神上出轨可以 肉体上出轨坚决不行 小伙子 你刚才说精神上出轨可以 肉体上绝对不行 是吧 对呀 你说精神上都出轨了 肉体上不是失找的事吗 那怎么会呢 就比如说我爱看美女 就不就属于精神上出轨吗 那肉体上就出轨了吗 小伙子啊 你爱看美女是爱看 但没出轨的 啊 这不就是属于精神吗 那你一天你平成了 你这一会儿功夫出16次了 是不 对呀 看一眼不算出轨 喜欢上那叫不算 能达到这程度吗 那达到不到 那怎么能叫出轨呢 这么理解吧 要做你女朋友的话 那上街要看一眼别的男的 很正常啊 因为我喜欢美女 她也可以看帅哥呀 那你们俩就一起精神出轨了 对呀 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出轨 不是肉体上的出轨 我总觉得这帽子有点搭 对对对 这孩儿 不过年纪放啥泡上呢 我对家黄了 庆祝一下了 受失忌了 被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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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个对家黄了之后 我就买了罐子 别放庆祝 我对她是这样 亲爱的 我想上厕所 你家朋友要个住院 我害怕 我背你去去吧 可是她对我是这样的 我跟朋友喝酒 她不一样 她拿菜脑满桌追着我 要砍我 这个分子她还劈腿 对方还是我的朋友 所以以后 为了防止女生劈腿 再出对象我就跟着 上次的时候也跟着 自己不跟着也得让朋友跟着 8号小雪 表面里面说的 跟前对象分手了 太方便泡 头我也听说 你这心里有多大坑啊 不是个大坑 我自己工作忙时间 我说我朋友 你帮我看见我媳妇 她说那行 我朋友就看见我媳妇 后来我媳妇 最可惜我朋友跟我媳妇 眉了眼去 眉了眼去 她俩就嘎上了 你媳妇得多不小心 不是 你没时间 你媳妇就在家里待就行 你咋还找个人看着呢 那个怎么说 她你说你怎么说 我俩也没结婚 只是就是那个出对象 过年过节少年去 她在长长县 那个干了一份工作 我朋友说 她说你对象 还有一点情况 你去吧 我咋的 她说你去吧 我就去了 我这一去我就看 就别提了 真的 我真挺惨的 你这咋是兄弟 这不是兄弟吗 不是 我告诉你 以后自己出对象了 如果女人是那样事的 她永远是那样事 如果不是那样事的 她永远不会被变的 对 你这么想就对了